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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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眼睛 再给我看一颗 火车上 和情侣别不多 你配件 的歌 我都听过 听过后 和你一样寂寞 忘不了 红色背心的你 我不去 我多情的思绪 我无法拉近 你我的距离 这距离 就像飞鸟和你 时间进 不管你变得过 别让我 一个人受云末 我想用 平常人的生活 欲忘记 有话却没话说 想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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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在 我 考虑 乱一行 还有一天 但我又不是太高 我知道我最近又偏偏 别再有几个人群找寻光 感谢你成为我的过客 我不会让物色留回我的名义 我不会让我留下我的雨 我无法追醒你的赌尽 就让我留在你独中的心 你还是那个我 有没有你爱你一样的风 能不能像晨曦一样的风 无意在 我无法追求你一样的风 我无法追求你一样的风 这个几分钟之前呢刚进家门啊 刚进家门 刚进家门 刚进家门啊 这个反正呢天不长夜长啊 因为呢 都是这个清明节休息嘛 其实现在虽然说大家都大部分都在家里边 但我们那个09的孩子可能还都在路上 因为今天晚上呢 踢了一场这个热身赛十一人制的 在这个十里和体育中心啊 我们其实很少出自己的基地吧 所以孩子也比较兴奋嘛 对手也是很好的对手 然后是踢完比赛呢 然后我们就吃个饭 好长时间也没跟家长一块吃饭了 但是也聊不了几句 然后这个吃点东西呢 然后就往回跑 因为十里和离我现在这个住的地方还是蛮远的 那今天恐怕因为大部分朋友都是出去踏青啊什么的 所以呢可能魏建德呢 说不像之前呢周末实时的关注 那今天的比赛还是挺精彩的 山东赛区呢最后是这个青岛坤鹏 决赛呢是1比0 击败了这个济南荣耀80 青岛坤鹏呢 拿到了直通总决赛的名额 那然后呢济南荣耀80的是带定 青岛坤鹏呢 在几年之前呢其实职业 虽然说他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成人的职业队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 反正是中甲中乙是没有吧 但是呢他的轻讯一直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曾经在大概两年多以前吧 两年多以前 看过一场是青岛坤鹏的U15还是U14 我当时就觉得这对对踢的真的不错 那今天呢进球的这个孩子呢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着他了 但是我记住他的名字 我也记住他的长相 就是在小将成立之初吧 这个孩子呢曾经啊 来小将可以讲就是试训吧 但是最终为什么没留下来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虽然说当时他不算最突出的 但是这个孩子很有特点 这孩子是一只左脚 但今天呢这个决赛的制胜进球呢 是一只右脚 所以也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孩子 名字叫焦丽阳 焦丽阳 这个进步 因为一般的是主力脚是左脚的 他右脚一般都不怎么会踢 显然的下两大的功夫 然后这个孩子呢 当初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跟俱乐部有合约 或者俱乐部可能也不是很明确的 让他能够来小将 大概其实这个吧 一会呢我连线一下班尼 班尼可以讲一讲 就是为什么焦丽阳当时没留在小将 但是现在呢人家发展的也不错 据说呢是在年前呢就已经加入了 加盟了这个山东鲁能09T队 并且呢 已经是这个山东鲁能09T队的红队的队员 也就是一队的队员 我喝的这个呢 我也不想炫富 反正是叫铁皮石壶 是铁皮石壶 应该是野生的 野生的铁皮石壶 这是周总的送给我的 周总 周总今天很开心 周总今天呢 他的西甲一灵 晾肌肉 晾肌肉啊 邀请了南京市队一灵的来移行西甲 上半场8比1 下半场12比0 总分20比1 战胜了南京市队 这就明显的 是实际上是在 就是展示自己的这个强大的实力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 也感谢周总的这个体谅 所以很有可能呢 我是下礼拜吧 应该是下礼拜吧 我就会把他送我那个50年的茅台再还给他 因为我感觉小匠踢不过西甲一灵 反正你要让我说要赢哪个队20比1 我是赢不了 但是周总的移行西甲是做到了 做到 但是南京这个清训呢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 他是挺 他是挺挺特殊的 special 为什么呢 就是他呢 教育系统啊 有一个市队 然后呢 体育局呢 也有一个市队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呢 是自己玩自己的 等于说呢 在移行的这支南京市队呢 似乎呢 他并不是南京 就是这个年龄段最好球员的组成 因为他等于说是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啊 但是我总觉得呢 这个这个这个比分呢 是有点 是有点离奇的 你要说 当然我开玩笑啊 移行西甲 如果是五比一 赢南京市队 我会哆嗦 我会慌掉的 但是他二十比一 我就乐了 我就乐了 因为理论上讲 是没有一支 这个 如果是真的是训练有素的队伍 而且还是冠以市队 能够输一个队二十比一 就是我带南京市队去打拉玛西亚 也不可能输十九个球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赛就打成这样了 那显然呢 呃 这个这个这个队伍呢 就是 没有没有集合这个南京 最好的队 你否则的话 你一个省会的 城市的 试队 怎么可能能能输这么大 没好好踢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呃 武能啊 呃 这个山东赛区呢 确实呃 我感到比较遗憾的呢 就是 呃 青岛的这个金刚啊 仲徽金刚 和这个坤鹏啊 是过早的相遇了 这个比赛呢 虽然说坤鹏是二比零 二比零赢了 但事实上呢 这个 呃 青岛金刚啊 踢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大小老虎 是吧 呃 而且呢 就是有一个进球 可能啊 稍微有点疑问 呃 因为拍摄角度不好 呃 可能是介乎于月位和不月位之间 呃 好离之间吧 也可能是好球啊 也可能是稍微越点 越点位 呃 还有呢 好像一个进区里边有一次摔倒 呃 小老虎的摔倒 到底是不是点球 这个呢 也有点疑问吧 但是呢 总体来讲呢 我认为呢 坤鹏晋级是合理的 啊 坤鹏夺冠呢 也是合理的 啊 相对合理吧 因为这个队确实给人感觉呢 是训练有素的啊 这个坤鹏 那么 呃 寒岛这个队 也就是说这个邱中辉指导 和这个寒岛这两个队的合 合起来的这个中辉 呃 这个金刚啊 呃 这个队呢 实话说呢 就是他有有非常不错的队员 啊 大脚老虎 包括他队长七号 但是呢 这个队最大的问题呢 就这个队的防守 就有一些 就比如说一对一的防守和斜防 呃 实话说呢 就是 是一个比较 比较 一般的水平 啊 所以这个队呢 他可能进攻可以踢的风生水起 但是呢 他由于基本的防守的 比方一对一的防守 就能够伸脚乱扑 然后 协防的时候也 没有这卡位 也没有 也不知道战术犯规 那么 实际上是给了昆鹏啊 这个非常 呃 宽松的这么一个反击的空间 啊 你包括这个决赛的焦立阳的这个进球 也是啊自己的个人能力的展现 啊 包括这个 呃 打打金刚的第一个进球 他那右边风真的速度非常快 昆鹏的 也是一个人一条龙啊 连过三人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呢 到了十一十二岁 足球场上呢 是不但容易出现一条龙的 你比方孙晨熙 以前呢 经常一条龙 啊 但是他现在实际上是很难了 包括矿照雷 也很难了 老二 啊 偶尔有数能有 为什么呢 就是孩子们长大了 一个呢 是身体越来越强壮了 另外一个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一个身体强 再有呢 再会卡位了 又会 又会这个这个这个 呃 会卡位了 会斜防了 啊 再加上上身体 所以一般来讲呢 不大可能啊 出现太多的一条龙 虽然说我们现在一回想 孙新明一条龙 梅西一条龙 啊 那马一条龙 这都有可能 亨利一条龙 但你琢磨着这全世界 一个周末就一万多场比赛 那你想想有多少个一条龙啊 你看了这十几年球 没那么多啊 但是呢 经常出现就只能说是防守 是是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啊 当然了 这个这个孩子嘛 可能这种比赛反正有的时候可能 不见得什么事都能做的特别完美 是吧 本来呢 韩岛说了 这个如果能打进苏州呢 他们就会把零 华幸福08的 这个大零八的 这个小瓢调回来 但是华幸福他也打呀 华幸福他也打总决赛 啊 华幸福呢 有一个叫小瓢 是青岛出来的 那个小瓢呢 是小零八 也是属于六年级 那个孩子踢球这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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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相当有特点 那个孩子 因为我跟我们小将踢过 也进过我们的球 好吧 呃反正 今天呢咱们就 一个呢是连线一下班尼 呃因为他一直在青岛赛区 呃不是不是在这个山东赛区 另外一个连线一下别克 别克不怕晚 因为别克现在在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呢 实际时间要比咱们呢 晚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现在呢 对于这个乌鲁木齐的朋友来讲呢 只是不到九点 八点多 啊所以就不着急 好吧 鲁能足校没来 但是呢 呃是不是有鲁能 呃梯队的队员 出现在 呃已经结束的这个山东赛区的赛场上呢 这个呢咱们可以通过班尼的介绍啊 呃呃呃 坤鹏的理念是看淡成绩培养人为主啊 好好好 那这个这个理念非常好啊 看淡成绩啊 我觉得你这是凡尔赛啊 你看淡成绩都拿冠军 好吧 我已经在夸了 你就别再夸了 好吧 因为我已经在夸了呢 你就接受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要夸呢 你要再继续夸呢 这事就有点大了 好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出色 实话说 啊 但是呢我出于这个 对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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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队的这种这种鼓励吧 但你这么一说呢 就好像是吧 特别反尔赛 好不好 啊 低调点 不在乎输 对吧 不在乎输你打人放手反击啊 啊 不在乎输你怎么不压上去呢 是吧 别闹好吧 咱们都你说我 你跟我玩这个 我说我什么没见过呀 好不好 别别别别别闹好吧 别闹 来吧 这个班尼 班尼在吗 周总来了 周总你别着急啊 一会咱俩连个线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你这个 几乎创造了世界 世界 迪斯尼记录 不是 迪斯尼 不是 迪斯尼 迪斯尼 世界的 就是迪尼斯 迪尼斯 迪斯尼 巨十一 比赛的世界记录 周总 你不经意间 你的队伍已经创造了 世界 优势一 正式比赛的 世界纪录20比1 中国赢关岛那次赢的 最狠19比0 好吧 好吧 这哥们说什么 别提啥南京市队 没啥意思 什么叫我不提 那怎么的 本来他就是啊 他自己叫的 你有点挂不住了 你别着急 你着什么急 南京市队又不是你办的 你着什么急 他就叫南京市队 他体育局办的 他有这个我把袜子都脱了 我跟你说 好吧 那班尼呢 班尼连线吧 别拘着了 周总主要是晾肌肉 我们主要说周总 我们不说他跟谁 好吗 班尼现在连线了 赶紧的 连线了 这个是 这是周总送给我的铁皮石壶 因为我胃不太好 你想啊 像我这么胡吃海塞的 胃能好吗 但是你喝这个铁皮石壶啊 就是费点劲 就你必须得一直在这 搂着 如果你不转 他就在底下就凝结了 辛苦了 班尼 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明天早上 那个苏州那个指挥部 还让你赶紧让你过去 定这个开闭幕式的细节 我可能 对于4月18号之后才能过去 这段时间 还走不开 没事 我们开计前间话沟通 你怎么 你有什么走不开的呀 你不是北京赛区完了呢 还有几个赛区 这个 还有那个浙江 贵州 等几个赛区 浙江和贵州 贵州 还有黑龙江的吗 还有河北 是分两路的 我是走一路是浙江 下周六是浙江完了 之后是贵州 然后再接着是 住一周二周三是重庆 重庆完了是吉林跟黑龙江 然后另一路呢 是石家庄 石家庄完了 要去这个甘肃 银川 甘肃银川 银川在甘肃 完了是去沈阳 你是不是刚喝呀 喝呀喝了吧 没有啊 没有你打着宝格呢 你打着酒格呢 我早就吃完饭了 八点就吃完了 吃完了是吧 感觉到怎么样 一个是咱们要感谢一下 鲁能足校给咱们的这种支持 这个非常好的场地 然后也还允许球迷进 是吧 这一切都还真的是 挺美好的 然后风比较大 风比较大 今天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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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总的来讲 你觉得山东赛区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水平 跟之前我们所办的这个 分赛区相比 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历史地位 说实话就是 我感觉到山东赛区 没有达到我的 个人的一个预期 因为我感觉他们水平可能要更好一些 那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感觉是山东赛 我个人感觉山东赛区呢 就是有几支队伍是不错的 包括几天的这个官亚军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正会接纲 还有谢梦想 当然其他有些队也不错 但是呢 整体来讲呢 就是比如说以这个曹州啊 跟这林兹大齐堂 为代表的这个队伍 我个人觉得是 他们特别拼 特别顽强这两个队 你像曹州啊 也是能够进入到四强啊 他们也是顽强的 在这个四间 八间四的时候 顽强的逼平了那个 安安泰精英 再后呢 就是他的点球 那个落后 然后0比1落后 然后1比1扳平 然后到最后是点球 这个取得了胜利 到最后他取胜之后 那他自己的小孩 激动的哭了 就是特别拼 包括这个林兹大齐 这个队也是 但是呢 他们整体的表现出来的水平 确实还是要差一些 但是精神 确实这个精神属性特别小 我是整体是感觉这样 因为很多队伍 可能有不少队伍 都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曹州这个队 好像是跟武术 结合的一个足球情绪 对 他背后 他背后背的是曹州武校 哦 那你能从比赛场上 看到武术的精神吗 反正是这个 掀起素质特别好 然后防守的 这个执行力也是特别强 人家他跟任务80 一直能把他逼到这个0比0 投入到检球 真是挺不容易的 最后这个检球呢 也是任务80这边这个门将 他门将已经在上岗了 然后这个门将铺出去三个 然后呢 其实任务80打的有两个检球 都是打了门柱的内侧进去的 这个也是挺惊险的 那这个家长反馈怎么样 我是在报道 在赛下报道啊 还有后面跟家长有些聊一些啊 家长反馈还是都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 我也一直在看 有弹幕说 包括你也提到了 这个在山东分赛区 有这个职业梯队的孩子是吧 对 招是鲁能的嘛 鲁能就就地取材 就直接从宿舍里就招出来 就穿着衣服就踢了 对 因为这个主要的就是 决赛的两个队伍 决赛的两个队伍 那么昆鹏 昆鹏有几个 昆鹏我确认的是这个门将 还有这个6号 还有这个6号焦烈阳 还有庞树三 他们有的 这个6号跟55号都是鲁能红队的 然后他们那个大幕里还有一个说是 5号也是鲁能棋队的 这个我没有去证实 应该是他可能应该是有4个是鲁能棋队的 零九 然后呢这个 荣耀80呢 荣耀80是应该有5个 因为在赛前我最早是 得到说是几大有个队是有 是有这个鲁能棋队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F90 后来了解到是荣耀80 然后在他们其实 我看到直播他们的第一场比赛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是不是鲁能棋队的 他们还不承认 一开始小孩还比较害羞 但是场下的这个鲁能的承办的人 说这个就是啊 这个几块几块都是 然后那个裁判跟我说 还有08的 那么还有鲁能08的呢 是吧 那你说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这也不是什么 这也是规则允计的 小孩可能 他小孩可能是不太好意思 有点害羞 所以说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鲁能呢 这个可能外籍总监呢 不建议孩子 就是没有批准队伍报名 但是他的孩子也出现在了 这个2034杯的分区赛场上 挺好啊 然后你觉得他们决赛能过来吗 我在比赛之前 我也特意跟他们说了 这个比赛的规则 他们也清楚啊 因为这些策略其实都有的 他们也清楚 然后呢 我在后 坤鹏这边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他们决赛的 能不能到 能不能参加 他说他们要去协调 因为小孩他自己是知道 五一类青岛有比赛的 他自己私下的说 可能我们五一有可能过不去 青岛有这个比赛 他自己是小孩的 自己知道是有那个比赛 那个青岛的比赛定了吗 那这个反正是留下了一个伏笔 也就是说那按照规则呢 就是你在决赛 就是因为决赛牵扯到的是 这个晋级嘛 你在决赛当中呢 你这个队的前九位首发时间 就出场时间 前九位的队员当中 至少必须得有五个人到苏州 就如果说你这个 等于说你 他就知道这个规则 他知道这个规则 那如果 55号上半场就没上 哦 哦 他的下半场过了有个 至少就五六分钟之后 才能55号才上 哦 那就证明这个 就等于说这55号 我一开始我还挺奇怪 对 我说为什么55号没有首发呢 我说这个 是不是受伤了 我说受伤了 我一看在场面还在润身 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说是不是这个 那想留着后面来冲呢 本来我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这是我个人猜测 那不是他这个是对的 就如果说我 我要是黄队里边有五个 呃 零九的 我要到时候我要调回来的话 我也会这样 我也会这样 我也会带一下 他就55号 没事 那他那可以肯定 就他回不来 所以这个队呢 肯定就是 呃 肯定是决赛呢 就是换了另外一支队伍 如果就他这个鲁能 踢队的都不来的话 那这个队 也没法给他总个队 好吧 这个那肯定的 我们定总的队 也得不能说 你光是冠军 如果你的阵容 你变化太大 对吧 你职业踢队的都回去了 那怎么给你总的队啊 你拿冠军也没法给你总的队 对吧 嗯 反正这个事呢 他会去嫌强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昆蓬的 他的班级人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决赛里面 他可能如果少了焦丽阳 可能是对他会影响不小 因为他还有三个零八的啊 他这个阵容里面 我觉得 他有鲁能踢队的 比如说是有三到四个 零九的啊 再加上三个零八的啊 他这个 他这三个零八的里面 反正作业其实也是挺大的 嗯 可以 反正这一切都 到处咱们都按照 按照规则来办吧 按照规章制度来做吧 所有队一视同仁 包括小将 所有队伍都是这样 嗯 嗯 嗯 好 然后呢 这个 从球员表现来讲 最后MVP给了谁了 焦丽阳 给了焦丽阳 哎 这焦丽阳 他决赛里 他太突出了 决赛里 嗯 决赛表现太好了 他上半场 对 因为他 他那个进球是 之前还有一次 就融出一辙的 自己在突破 突破到正路 完了一脚 大门 打在了横梁上 上面场就有一脚 嗯 哎 这个孩子当初是 他们 决赛是 他的主要的攻击点 这个孩子当初 特别火月 这个孩子当初 什么时候来的 小将 很早 很早 很早吧 啊 卡了 有点卡呀 喂 现在好了 就这个 这个焦丽阳当初是什么时候来的 小将 他应该是 10月份 11月份吧 我记得是对人事 富小的有一次比赛 他来试过 好像跟 一次来的 他不止一次吧 主要的就是那一次 应该 那后来怎么没留下来呢 呃 我印象里 他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次 他确实 他来的时候 已经签约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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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就是签约的 对 呃 然后呢 当时来说 他没有现在这个 我感觉没有呃 就是呃 尤其是身体啊 没有现在这么呃 这么这么硬了吧 对 他刚才来 他很瘦 嗯 但是呢 他技术意识 确实 技术意识 确实很 很不错 嗯 所以现在人发展的也不错 他现在也挺瘦的 啊 但是他现在也挺瘦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呃 他的和谐力量 应该又是 又上来了 嗯 他的爆发力啊 嗯 嗯 这些这个这个对抗啊 还是还是 嗯 现在还是不错的 他认识你吗 他家长反正反正反正 我爸妈都在这 妈都跟我来打招呼了 他小孩我口就不记得我了 好像他爸妈还是挺挺挺厚道的人 是吧 他爸妈完了之后都来跟我打招呼 来跟我来来来 我记得当初 我记得当初反正跟他爸妈有过交流 我觉得给我印象还是挺很好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是小孩呢 我们当时见他的时候 他应该是八岁多吧 对吧 对 八岁多 啊 那么八岁多呢 呃 就已经呢 呃 技术意识很好了 那现在的发展呢 也是不错 嗯 他是年前就去了鲁能了 对啊 其实他后面咱们对他印象比较深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 呃 是很不错的 嗯 嗯 行 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呢 呃 山东赛区这边好像基本就 就差不多了 那个 这这这这这阵子 还有对那什么吗 报名吗 就你说的 比方说上海炸出一些队来 最后来不来 呃 还有不少 啊 这个因为这两千 呃 那个后台是别克的旅户的啊 他可能之前也是 刚到乌鲁木齐啊 事也比较多 但还没有更新 因为我前两千我又发了一次 我自己朋友圈发了一次 说这个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 还有一个增和赛区 嗯 发完之后 当时别克那千一看 说是又报了不少 哦 那你综合赛区最后 你想多少个队啊 呃 我计划是16个队就差不多 哎呦我天哪 因为就一千的时间 那你这16个队相当于也是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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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次小备赛了 对因为我们要测试嘛 要测试四个三三到四个场地 是吧 对两个场地吧 两个场地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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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内蒙古的那个赛区 内蒙古的赛区你去了吗 我没去 你没去 因为昨天我没 我昨天不都是 点评了内蒙古赛区了吗 他那个 那我跟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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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队二队是不是自己倒了 对对他那二队是一队 是吧 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嗯 对 那也可以 那他这个 评论里 都说这个二队挺厉害的 嗯 那肯定的 他就一队二队他倒了 他可能分分组一出来 他可能大概起一看 是吧 从哪条线走 对对有可能 嗯 可以 两个教练不同风格啊 可以 行了你今天你那地方太网太卡 你在鲁腾足校呢 哦 对我在鲁腾足校呢 那足校的网不行 跟他们校长说一说 把网提提一下 嗯 我我还以为是点那边卡的 就一直你这卡 我这哪有卡的 我这 卡不卡 白玉 坐床 金坐马 啊 行吧 那就这样吧 嗯 我刚才问了 别客人边他还不一定发辩脸 因为他现在有些突发情况 他去了之后 那个 那个抽门不符合标准 他还进了门 然后找车在在在拉门呢 现在找不到那个大车 他现在还在那边着急呢 门没有 球门没有 对他去了话 现场 本来可能说的门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 我们在确认场地的时候 包括这个场地的大小 包括球门 很多人是 是没有概念的 他看上去有的时候是 其实很多 有的场地是 40多笔跨的场地 然后呢 可能长够 八九十 但是他就觉得 这个门 这个场地是11人的场地 所以如果你不具体要它的尺寸的话 经常大家是没有概念的 然后门也是啊 他今天过去一看 这个门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是大了是小了 现在去 具体我没问他说 反正门是不对 他说 先借了两门 然后再找车拉了 现在去 那就看看乌鲁木齐 谁哪哪 朋友家里边有门 给拉过去两个呗 好吧 他找着门了 就是找不着车 没有那么大的车 现在一直在找车 那最坏的打算有吗 别今天凌晨三点 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 别客率领着 可以 他自己扛去 可以 那我们一会儿尝试一下 你也联一联系 你看他有功夫呢 完了就跟我联一下 好吧 好吧 行了 那先这样吧 你那太卡了 好 行 我再等一下 就这 那你关吧 我这还都关不了 再见 我看有弹幕说 江苏球迷在骂我呢 对不起 别老动不动 别老动不动 就打着江苏球迷 山东球迷 北京球迷的这个幌子 你骂我归你骂我 可不代表 你代表不了他们 好吗 这些人骂我 无非就是我替苏宁和张进东 说了几句 几句话而已 对吧 对吧 你要说你们骂我 别打着江苏球迷 好吗 别打着江苏球迷 对不起 你那你们家那 操性 真不配 好吗 你别觉得你骂我 我也可以骂你 好吗 咱俩比谁上大呗 我就说了 苏宁也好 张进东也好 真金白银 大几十个亿 砸到江苏苏宁了 对吗 是吗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苏宁本身遇到了 极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危机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他难以为继 作为一个企业商业行为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有这种道德 给着加上呢 江苏足球的第一个职业冠军 是不是苏宁投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个冠军奖杯 怎么能够在苏宁总部 我怎么能抱着他照相呢 你们这么骂人家 合适吗 就跟当初有些个别的 某地球迷骂人 胡宝三似的 你们自己怎么不传钱 自己当老板呢 对吗 我这么说 我说句实在话 其实也无所谓 我跟张进东也没什么关系 我跟苏宁也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 咱们得讲理呀 对吧 你要说是他出钱 你觉得最后干的不好 你出啊 对不对 我只是说这样的人生活当中 在我身边的赶紧滚蛋 好吗 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件事 做的对不起他 你做多少好事也没用 这样的人生活当中有 我都是敬而远之 我都是敬而远之 全都你合适 什么都不出 别人出钱干事 你减乐 别人说不干了 你不依不饶 还得骂人家 还要抵制人家 你当初怎么不抵制呢 买特谢拉的时候 你怎么不抵制呢 一千多万 税后续约 无锡 你怎么不抵制呢 一个赛季十几个亿投入 你怎么不抵制呢 你还打一江苏球迷 你也配 你也配江苏球迷 江苏球迷 在五台山被人打挨打呢 挨保安打呢 你怎么不出 站起来呀 还骂我 你骂我算什么能的呀 你把苏宁接了 你才能能的呀 对不对 你们几个哥 几个所谓的铁杆 你们把钱传下来呀 出去卖肾去呀 传钱的 一个人一个肾 对吧 有个五千人绝对够了 你给接过来不就完了吗 好吗 别骂我 骂我也行 别打着江苏球迷 你配吗你 臭不要脸的玩意 你还配一个江苏球迷骂我 谁是江苏球迷啊 谁代表着江苏球迷啊 谁给你发了 证啊 你有证吗 江苏球迷 本来我挺 我挺累的 我大老远回来 我想说点事 结果你们 非得在这儿 还给我这儿 五五宣宣的 我认识那么多江苏人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呢 啊 我们现在是苏州 是不是江苏的 南通是不是江苏的 如高是不是江苏的 南京是不是江苏的 我怎么认识那么多人 怎么没见过有人骂我呢 怎么叫你们就就就就就变成江苏球迷了呢 你谁呀 你啊 周总在吗 周总是江苏的 周总 宜兴是江苏的吧 南京不是江苏的 别闹啊 嗯 所以周总这事呢 其实挺大的 周总 周总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呢 我问问啊 那我先问问别客吧 问别客把没把那个 懂了 董哥 董哥 这是今天那个晚上那个比赛的那个录像 R N I R R N I R R N I R 哎 兄弟们 你们如果 有时间 你们耐心等待一下 我一会给你 发一个 今天晚上 热身赛的一个进球 这当这个球进完之后 我 我其实算 见多识广吧 啊 一个是我解说过好几大几千场比赛 一个是我带小将打过几百场比赛 我进 我见过不少进球 我们进的 别人进我们的 是吧 欧洲五的联赛 世界杯我现场采访过 欧冠我现场看过 英超我现场看过 一甲我现场看过 中超我现场看过 甲A时代我都看过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球进了 我当时在场边 有两秒钟 我是 蒙的 我是蒙的状态 就是incoritable 就是我 就是目睹这个进球整个过程 我傻了 我真的傻了 就是也就是 其他那那个 就这样甩手 真的 就是C罗那倒钩也就这样 实话说 啊 想看吗 不是任意球 任意球 雨诺那已经很漂亮了 我不是都发了吗 因为我们同事刚把这网盘给我 我还得查 我得先下载 但是咱说句老实话 我得给会员看 我只能用这样 因为我现在天天发 普通车 会员 人家交了钱了 总得看点独家的吧 啊 我也没时间说发完这个 我完事 我再发一趟车 好吧 会员的等 等一下啊 我现在就在找这个 8.3G 这没有那么大吧 朋友们 我的资源呢 那我的资源呢 我已经是在那儿 我已经很想拿着 маш给我 我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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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正在下载 好 咱们聊 咱们聊别的吧 好吧 那个 我再连线 那个 我说一说 我对鲁能 我对山东赛区的印象 这个 第一呢 就是 08的队员 我再次强调 08的队员 哪怕 他就是08年10月的 其实你一算呢 也比09年 2月3月的 也大不了几个月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08的 小08 如果能混出来的 就现在 小08 还在梯队里边 能呆着的 还在某个队里边 08的队能呆着的 这人都不是一般人 我得先明确 因为一般人 早就干不过 08年 2月 1月 3月的 对吧 所以 像这个 还能留下来 到13了 12 3了 还能留在 这个 这个 很不错的 俱乐部里边的 小08 小09 也好 还是小05 小07 这都不是一般人 这都不是一般人 我给你数一数 足小匠的 这小的 小09 孙晨熙 这是小09 小09呢 以前还有一谁呢 江民宇 也就是说 深圳立师的 那个中长 他是小09 那么小08呢 大家可能不了解 丽景奇 就是他嘛 他也要在北京赛区 代表踢球者 对小将 第一场就是 丽景奇是 本飞卡 09的队员 但是选上了之后呢 由于有疫情的原因 就没法在 没 短时间内 没法去 但这个孩子呢 在北京啊 也经常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因为我跟他爸爸 在日照 还记着吧 日照还聊过 他也来小将呢 一块踢过 几次 踢过几次 他呢 就是半夜起来呢 就是跟着 跟着这个 葡萄牙那边的时间 要一块练力量 当时 这是去年呢 大概 六七月份 八九月份 去年 他是这个状况 然后我跟他爸说 他爸说 等那个什么 等那个疫情缓解之后呢 就带孩子赶紧再过去 报到去 就相当于是 就是移民 移民的 本飞卡 所以呢 这是丽景奇 还有一个孩子呢 也是08年的 哎 那不是 他是大点的 就是09年呢 就是等于说 现在都09年 都应该上六年级 但现在五年级的 09年的 那就说小09 那都不是一般人 孙真希 我说了 江明宇 然后还有谁呢 然后一灵的 一灵的谁呢 李又安 12月的 李坤一 好像是10月的 朱尼奥差一点 朱尼奥是8月的 朱尼奥再晚生的 一个月 就变成了小一灵 那他将来就是跟 一一的这些小兄弟们 一块玩 那他就逮了 啊 还有蓝木达 对 蓝木达 是小09 所以呢 你就会知道 就是你想象一天 你想象着明年 孙晨熙 带着一波 10的梯 那你想想 他别说他身体 可能不见得比对方 高大 或者怎么样 但他脑子 他多活了这么多年啊 对吧 他不是多活这么多年 就是 就是这个感觉 你想李又安 要是跟一一的提 全中国一一的 谁能比李又安 说强 我不信 我不信 那咱比比 试试 好 所以呢 董老师怎么赚大钱呢 提卡丘啊 就你这名字 也赚不了大钱 你说实话 你问一个 你问一个 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钱的人了 你问他 你问我 能不能赚大钱 你是对钱没感觉吧 啊 你是不是认为 就到我这就算最有钱了 大哥 啊 我连游艇都没有 私人飞机都没有 你告诉我 你问我怎么赚大钱 你我看你是已经蒙了吧 嗯 你说你这问我 问的我牙口无言 我觉得你 你在侮辱我 你这个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你问我怎么赚大钱 对吧 你说你 你 你说你这个 你问我 你要问我说 咱怎么 都乐 乐 可以 问我有什么赚大钱 就你 就你问这人 你 你 你也赚不着钱 你连人都分不清楚 你谁有钱 你都分不清楚 不能处 不 对 不 都乐 我 ちょっと 我 都乐 我 我 我 不 我 我 我 你 啊 这是求劲的 这是求劲的 我这球进的了 看着啊 你听这声啊 现场的声 没什么意思了 看完这个球 我已经不想聊了 没什么意思了 已经发了 谁发的 不可能 谁发 别扯了 已经有人发了 谁发的 别克刚才上线了 别克在吗 老邝啊 老邝呢 老邝 老邝 加油 老邝 加油 我这球 我这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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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邝 我发就发吧 无所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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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几次 一天几次什么呀 一天几次 连新疆 别客我看别客在不在啊 别客没有啊 没有啊别客 别客你现在能连线吗 别客 别客在扛球门 新疆的是这样 明天中午十二点 他们抽签吧三个队 三个队就等于说 先抽两个队 没关注 没关注呢 班尼你关注一下别客啊 别客这个抖音叫什么呀 八一老爷吗 那就连这个吧 那就连连连连微信吧 别客 你给那个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疆赛区 你给介绍一下什么情况 今天下午那个 什么情况 当前通话对方网络不佳 喂 董哥不好意思 我这边可能信号不太好 没事 对你现在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 我这里面可能比较吵 喂 你说吧 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喂 你说吧 那打电话吧 我都没打电话 董老师 董老师 我马上到场地了 我给你连个线 行行行 他马上到场地了 到场地的连线 别着急啊 天不长夜长 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你不爱听的就 不爱看的就赶紧走 休息会儿 不着急 反正我不着急 你没有急事吗 没有什么急事吧 新赛季在哪说中超 我不知道 那天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气我 说听说没人找你解说了 嗯 我说是 他妈找我做节目 一期节目比一期解说的钱 还多三倍 我们一直在挑战 对时间的高效马控 月星火 率先踩油 IOS 0.09秒 超顺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大胆的想法 就是我们准备在 在苏州 给这个陪着孩子一起来苏州 看总决赛的孩子家长 以及 这个专门来苏州看总决赛的球迷朋友 线上 一台老哥老友的免费的演唱会 地点呢 有可能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 一个大的多功能厅里边 随便进 但是你得是 孩子的家长 孩子没有 因为孩子根本没听过我们的 我们唱的歌 孩子 就只能是家长 咱们还是听赵磊的吧 好吧 听原版一吧 你听听他唱的跟我唱的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唱了好多都不准 都是跑调的 听听吗 像年轻再给我点一颗 火车上的情侣别不多 你配件的歌我都听过 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 忘不了红色悲心的你 我不去我多情的思绪 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 这距离就像飞鸟和你 时间轻易快一点的歌 别让我一个人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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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 欲望尽放过碎落的我 我听到你最后的灭德粉 都听到你一样寂寞 Нее 它是要被计算的 你不能收拾 就像你一样寂寞 我却没话说 想着想 逍遥到战斗 我一个人 能还在回荡着 那一生 花是年代的歌 我知道 我的故事太多 我知道 我只听有片刻 别再有记得 人群找寻慌 感谢你 成为我的过客 我无调 曾经回来 我无调 下落的雨 我无法追求 你的足迹 就让我 在各种痕迹 你还是哪个人 有没有 你还永远 有没有 你永远 我无调 我无调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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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及 怎样 你永远 我永远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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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 quila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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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永远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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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 把它用 你永远 你永远 OUT 我 我每次唱的 我其实都唱的是 这个 就是一段 我呢从来没唱全过 因为我呢歌词记不住 明白吗 歌词记不住啊 想眼睛 想 请 再为我点一颗 火车上 的情侣也不多 你推荐的歌 我都听过 听过后 和你一样寂寞 忘不了 红色背心的你 摸不去 我多情的思绪 我无法 拉近 你我的 距离 这距离 就像飞鸟和鱼 时间轻 你快一点地过 别让我 一个人 收日落 我想过 平常人的生活 欲望 情 放过脆弱的我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都没话说 想着想 这就要倒战了 我的耳旁 还在回荡着 那一首 八十年代的歌 我知道 我的故事太多 我知道 我只停留片刻 别再拥挤 的人寻找 寻我 感谢你 成为我的过客 忘不了 暮色中 某一某的你 躲不掉 命运下过的雨 我无法 追寻 你的足迹 就让我在 孤独中 就让我在 孤独中 远去 有没有 你还是 那个我 有没有 你还是 一样过 你一定要 像晨曦一样活 不必在意 我的爱了 我一直在 如果这个演唱会真的能够如期举行呢 就是5月3号 5月3号晚上呢 在这个香山国际大酒店 一千多平米的一个大厅 我们把来苏州的各个队的家长都请来 因为我知道这些家长啊 平常照顾孩子呢 也没有时间听演唱会 而且他们的年龄呢 这个应该是40岁左右吧 40岁左右吧 是吧 就70后80后吧 70后80后为主吧 我把他们集中起来 好吧 一个人呢 咱多了不说吧 一个人至少一听可乐吧 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银子 好吧 然后给大家呢 一块这个这个唱一首歌 不是不是唱一首歌 唱一组歌 就我们老哥老友乐队 都是我把这歌几个给我聚起来 给大家演唱 就很清淡 很清淡啊 就是吉他 最多加一键盘 键盘 也没有什么都太闹的嘛 歌呢 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90年代 我希望呢 让这些家长啊 也找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那种感觉 你不能因为孩子而忽略了自己 有的时候也要问一下自己 我的青春在哪里 是吧 我的生命的意义 好吧 所以再加上全国各地来北京的 不是来苏州看球的球迷 争取呢 能弄个八九百人 八九百人 好吧 自带酒水可以 自带酒水可以 我准备呢 80年代的歌 然后成都 春风十里 还有就是再回首 再回首 云这段归途 再回首 经济 弥补 今夜 不会再有 难受的 旧梦 曾经 与你有的梦 今后要 想谁诉说才会收 背影已远走才会收 泪眼朦朦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和迷惑 曾经在悠悠暗 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 淡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入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 我心依旧 咱们就也乐呵乐 好不好 咱们就乐呵了 送你一朵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新天 等会儿啊 这歌词是什么 遮住你今天新天的伤疤 不是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新发的枝芽 好啊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新发的枝芽 奖励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不公带天的冰水啊 一无反顾的烈酒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它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新天的伤疤 奖励你再下雨天 还愿意送我回家 哥罗拉多的风雪啊 喜马拉雅的旧雨啊 只要你相信我 闭上眼就能到达 闭上眼就能到达 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五月三号晚上有这台演唱会 然后五月四号呢 闭幕式 我们老个老友上去唱启航 有人说应该在开幕时 错了 兄弟 错了 只有在看上去一个结束的时候 你唱起一个新的启航 这才叫真正的味道 你要说一个开幕 你唱起航 一点味都没有 明白了吗 我是学过电视了 好吧 我知道什么时候 用什么样的音乐 能够把它表达 好吧 只有在结束的时候 唱再见就没劲了 在结束的时候唱相识 阿连谢谢 只有在一个落幕的时候 你唱起航 那才叫真正的牛逼 因为每一次的落幕 都是一次新的起航 明白吗 所以 就这 好吧 我现在在等着别客 大家如果累了的话 就可以走了 因为我这唱歌 唱走了好几百人 我从来不在乎这 明白了吗 我坦白说 我唱歌的时候 我只为我自己 我从来没想过观众 你喜欢 那正好 就算缘分 你不喜欢 你爱喜欢不喜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逼着你来听 对吗 所以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总的来讲呢 我是一个顺毛驴 但你要跟我干 我也跟你干 我谁都不怕 我见过生死的人 我不怕这个 明白吗 我不怕这个 所以呢 咱们就是 有缘分 咱们在一块聊聊 你愿意听 我愿意说 你不想听 你不想听 你就走 好吧 你不想听 你就走 这大晚上的 都挺不容易的 我容易吗 我也不容易 对吧 我开车 开一个半小时 到球场 然后两个小时 只会比赛 嗓子都哑了 完了 跟孩子们家长 一块吃饭 吃一半 我起来 开车回来 一个小时 回到家里 五六分钟 把头发弄一动 就上来 就做节目 也不容易 对不对 我也撒孩子 我也尚有八十多岁的父母 下有刚刚 这个出生 不到两个月的孩子 谁都不容易 所以呢 得过且过 完了 对吧 你弄一个江秋名 你骂我 你骂我 你骂不着 明白了吗 咱俩根本都不是一路人 在生活当中 你压在我身边 我让人家滚蛋 我也不会主动贴你 好吧 我就是这样 我就想 自己能干的事 就自己干 然后呢 跟一帮志同道合的 能做点为社会有意义的事 觉得自己能 是有价值的 就行 我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对吧 我有车有房 有孩子 父母健在 我比大多数人都幸福 我就知足了 我就知足了 但是不幸的人呢 他会认为我 可能 这个那个都不行 你还有不幸 你 你还会不幸 好吧 不要跟我说什么 江苏穷迷什么的 别骂我 你骂我最多 不就是个我儿子 有张进东的血统吗 你不就是骂这种傻逼玩意儿吗 对吧 你最多 你也不就 你也不就 搂逼也就搂到这了吗 对吧 你最多也不就到这了吗 你有什么呀 你敢当面骂我吗 我不信 明天下午两点 我在十里河 体育中心 哪的江苏穷迷过来 骂我 当我面骂我 敢吗 我等你 就这孙子 你当我面说 你说我儿子有张进东的血统 你当我面说 我弄死你丫头了 好吗 你在网上没有用 好吗 你在网上一点用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爱地 你生活当中 你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 好吗 西西啊 西西表现如何 西西今天高挂免战牌 西西今天高挂免战牌 好吧 这帮low人呢 他有一个特点 你看我没儿子的时候 他拿 我生不出儿子来 挤兑我 明白了吗 等我出来儿子 他又说我儿子 谁是血统 你大爷 你他们隔壁老王生的你 你知道吗 你跟你爸长得像吗 你看我儿子跟我 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对吧 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妈 到底谁是你爸 好吗 别老说我骂江苏球迷 你不是江苏球迷 好吗 你先骂江苏球迷 谁谁是江苏球迷 你告诉我 你别你是一个江苏的人 你喜欢球 你就代表江苏球迷 谁骂江苏球迷了 谁骂江苏球迷了 那你要说 有人石头不射的枪毙 你还说你枪毙我们人类 是吗 能这么说吗 滚蛋吧 好吗 什么尼克 我早年前一堆人就骂你们 我都不愿意搭理你们 我才明白赵振 为什么老跟这一帮傻子杠 我原来还不得理解 我说我认识的江苏球迷 都很好啊 我说这怎么赵振 老的老的老 跟他们杠呢 后来我才发现 这帮崽子真是气人 好吧 打你们牙那时候 你怎么不反抗啊 怎么过来就欺负我这样的人呢 对不对 西西呢 是这样 西西呢 他那个腿啊 他那个左腿啊 很硬 就可能啊 前阵子他老跟那个大汉杠嘛 如果我这个号被封了 如果这个这个号也被封了 也就封了 好吧 你就到微博上来看 老有人老问 说这个什么时候比赛 那个什么时间 你不用问 你问什么呀 你就每天在我的微博上不行了吗 结果很多人也不上微博 包括我这个 什么会员群里边的 他在微博办的会员 我发微博他不看 完了他在群里问 今晚有车吗 我都发了 我说我十点半来 他不看 他在群里问 有车吗 聊聊鲁能啊 鲁能都输过鸭队了 没什么希望 这边又传出去了 又回鲁能求命 骂我了 反正全中国的球迷 没有骂我的 这倒是真的 全国各地那么多地方 我在北京 你看北京公安贴吧 你自己搜董路 你看全都是 不是我给队员洗袜子了 就是我带队员去声色场所了 再不就是我是被谁封杀了 全是 不是你们能不能讲 就是讲个理 讲个面啊 兄弟 都挺老大不小的人了 成熟一点 好吗 成熟一点 刘凯元是不是黄队主力啊 我感觉呢 他能 他能踢上 但是不见得是主力 因为黄队呢 后来我们想了想呢 实话说呢 因为你拿小的打 没有人会同情你 这是雪的现实 所有人都来干你 所以你拿小的打的 他赢你小的 他也 他不管是五人制 八人制 不管是 你有没有主力 还是没主力 不管是我在不在 不管是 这个 这个是大的小的 只要赢你 主小将 他 都是 发起爆的 所以我认清这一点 那就能往死里打 就往死里打 因为你拿小的打 没有人 你赢了 他也 他也不说什么 你输了 他就认为你 就是主小将 是明白了吗 所以干吧 能干多少 就干多少吧 好吧 谁也不敢说 谁一定能拿冠军 对吧 北京赛区 藏龙窝虎 谁也不敢说 我 我现在我也不敢说 黄队一定能出现 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比赛很难讲 尤其是有三个零八的 但我们中组小将 肯定没有零八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们组队任何一个队 没有零八的 因为我们组小将 没有这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叫的 没有这个年龄段 我们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人 对不对 我们小将从一开始 最大的毛永斌 对吧 毛永斌 09年1月也不几号的 7号8号的 还是10号的 15的 从此之外 都比他 都是以后的 我干嘛 现在我去找 有人说 董哥你也找点零八的 我找他干嘛 我找他干嘛 我就有多少人 就干多少事就完了 对不对 山东赛区很惨烈 是啊 明天下午两点钟 你要想看 你就去十里河看 反正你也没什么事 对吧 你就去十里河体育中心 你就去看就完了 今儿我过去时候 我一看俩熟人 一个叫 好几个熟人 一个呢叫 李红军 李红军呢 李红军知道 跟那波 好像还有女生 一块踢球 好像朝鲜族的 朝鲜族的女生踢球 我到这边呢 一看 有人过来过来 董哥你好 我一看张小斌 原来郭安的张小斌 我又走了两步 李征 李征是谁 原来启航队的主力中锋 打西班 打那个 约战西班牙的时候 主力中锋 北航队的队长 李征 他们还是热爱足球 还是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 还在这踢 那李征啊 两条腿 都是十字韧带 锻炼 这个李征啊 这兄弟呢 其实当时呢 也替 这个苏州东吴呢 打过这个中 全国业余联赛 就中饼吧 还是足鞋杯的资格赛 反正 李征啊 当时真的 好多业内人士说 这个队员要是能踢 肯定是踢职业的料子 他原来是人大服务中三高的 为人特别好 真的 没见过那么好的人 研究生毕业 研究生毕业 那现在呢 是在做金融 做金融 人特别好 但是很遗憾 他其实要踢上 他要是踢上职业 他真的是一块 必把好手 技术 意识 身体 速度 射门 非常棒 从小也是他爸爸培养的 也是八岁 八九岁开始 风里来 雨里去 陪着 就跟现在什么老魏啊 什么老邝啊 一样 一样 后来呢 就去了这个三高 三高呢 然后他那个队伍呢 就整队呢 就去了北航 北航 然后在北航上大学 大学期间呢 认识了我 就加入了启航 然后我们一块去西班牙 去苏州东吴 第一场是对苏州东吴嘛 然后他进的球 一比零 领先 但是被东吴进了俩 一比二输了 我们第一组队的第一场 这个正式比赛 就是对全国业余联赛冠军 苏州东吴 一比二输的 在昆山梯的 本来 我当时说 我说咱们坐火车去 也不听人说 说开车吧 就六个小时就到 说从北京啊 开车到苏州 就六个小时就到 我一想那六个小时 就六个小时吧 结果最后开多少时间呢 十八个小时 怎么样别客 东吴好 你好你好 现在在 你的这个新疆 老家的乌鲁木齐是吧 对对对 在乌鲁木齐 在那个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我给你看 也就是 你没有 你进到那个场地 对 山脚的城 哦 哦 哦 这不错呀 这场地 对对对 这个场地是 比较新 可能之前 就没什么用过 这个场地 哦 然后 但是他这个 就是我们盯的是 他那个生意认账 但是 他就一块去 这场地 然后那个没有 就只有一套门 然后那个门 我们就是明天 因为已经定出去了 他这个门 我们也卸掉了 半天没卸掉开 然后我们就临时找了 那个门 那现在门解决了吗 解决了 现在门已经搬过来了 还没装呢 一会儿我们得重新组装一下 哦 门是组装的 对 他那个门 因为那个车拉不了 完了以后我们就 因为他那个门 可能也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都啰嗦都生锈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拆开 哦 那几米的门呢 符合标准吗 符合符合 就是5米2 5米2的门 哦 5米2两米呢 对对对 哦 这个是明天的比赛场地 哦 明天的比赛场地 哦 现在就朝门没有办了 门一会儿我们装饿了以后给搬进来 那现在谁跟你一块儿在乌鲁木齐呢 现在也是个车友 就是也是之前帮我们联系的这个场地 哦 然后今天下午到了以后 也是一块儿到的场地 完了以后 小牛他们也一直在 也是一块贴的线 完了以后他们赶快回去 他们回去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 然后我们也是 他们也在这等我们等时间可能比较长了 哦 哦 辛苦辛苦 那你也感谢一下这个 这位车友 其实我们真的走到哪里都能够得到 很多的这种帮助 哦 对对对 包括那个 呃 陈哥他 就是他人也在 就一直就跟 给我们帮忙 现在两个人都在 现在就我们三个人在场地 哦 辛苦辛苦 那你完事请人吃个饭好不好 必须的必须的 必须的啊 完了 没有没有上线 感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感谢你们 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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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东老师 谢谢 嗯 然后那个下午那个 121小学 还有那个 库尔勒那个队 他们都来过来 实用了一下场地 嗯 然后无销是没来的 因为无销可能是比较自信吧 我觉得都没来在场地 哦 那你具体的你 具体的你 你现在能够 有没有人给你介绍一下 这三个队 大概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实力的分析 啊 这个我是 我 刚才我那个球门啊 我是 因为下午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球门 完了以后我发 完了一天的就是 39小学 就乌鲁木齐地 39小学 他的教练 之前加过我微信 但是也 也没见过面 他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 你去 他跟领导沟通一下 完了以后 过一会儿 给我打电话 他说可以用 他说你们过来 拉就可以 也是刚 他一直帮我们 他也刚走 哎呀 然后我跟他 他跟我聊 反正他说 去年的比 在乌鲁木齐的比赛 是 121拿的冠军 然后 吴肖拿的 第四名 然后117拿的 好像是 第二 然后他们拿的 但是 反正他说 肯定是有 这个吴肖当时 没拿冠军 肯定是 反正 肯定有一些原因吧 可能也不方便说 哦 明白 明白 嗯 行 那不管怎么说呢 反正 嗯 121那个下午 他们过来 但是我感觉 他们有好多 就是他们身体 比较小 我感觉可能 有不少五年级的孩子 但是他们教练也说 虽然是五年级的 说的 都 说的都 比较优秀 反正 哦 好啊 好啊 然后 库尔勒那个地 库尔勒那个地 我感觉他们这个 肯定是 我觉得他们过来 肯定是不是白来的 我感觉 看他们 笑 这个地 比较强吧 是汹汹 哦 库尔勒 他有好几百公里的吧 对对对 六百公里 六百公里 他们昨天晚上就到了 他们是坐火车来的 对对对 他们是坐火车来的 哦 那很不容易 然后明天你能够 让这个小牛啊 多采访采访 因为人们还是 内地的 球迷 还是很关心 这个新疆的 这个小孩 小球员的 嗯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你辛苦了 好吧 辛苦了 没事没事 那行 那你先忙 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那个两位志愿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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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应该在应该的 接受之劳 感谢 感谢 到时候我们给您 那个 一套那个 2034杯的 所有的纪念品 都给您 我给您寄一套 好吗 这个 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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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这样 别客 行 好 辛苦了 早点休息 我现在就做 可以做这个决定 不管我们 有没有赞助 不管我们 花多少钱 那么 整个乐播团队 就这次 投身到 整个的 分区赛的 这些团队 一线的 当然也有二线的 后边也有二线的 编辑啊 包括 吴冲啊 等等 那么我们都会 拿出一笔钱 来做奖金 好吧 但是你 你放心 我们不会拿 这个球迷 给捐给球队的钱 啊 我们 我们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这个 这个自有资金 啊 要给这些 辛苦劳作的 员工呢 发奖金 啊 当然我们也 也很感激 这个走到哪儿 都有这个 热情的车友 我这么说 你们都不信 你要拿这个事 去跟国外的人 说 他们都不会信 说我们中国 我说我们是一个中国的球队 青少年球队 我们呢 走到哪儿 都有可能会有人接我们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走到哪儿 都会有陌生的 原来不认识的球迷 过来 给孩子送东西 啊 我们办比赛 无论去哪儿 都会有人去帮我们 啊 来联系这个 联系这样 你跟他们说 他们不信的 他们不信的 所以我就说嘛 中国足够小将 不仅仅是一支球队 因为世界上的球队很多 对吧 我们身边的球队也很多 但是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份 礼遇 待遇 或者拥有这样一份 温暖的 并不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技艺 啊 这就是 这就是意义 这也就是价值 真的 我们可以说是最富有的球队 我们的富有不仅来自于 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给足够小将的这几支队伍的赞助 全世界可能是第一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全世界第一 我们 中国足够小将所能够每年吸引的赞助 是全世界第一 你要不然咱就比一比 你拿出一个队来 就咱就说 U12的队伍 或者U10的队 U11的队伍 每年你问问 把拉马西亚 有人给他赞多少赞助 黄马 拜仁 那都是自己俱乐部给的 对吗 我们是社会的 我们是社会的 价值体现 我们走哪都有人接我们 问问哪个队还能有这样的待遇 问问 我们基地可以讲 隔一段就能收到 也说不上是哪的 球迷给寄来的东西 给孩子的礼物 我想起我们去上海也好 还是去哪 南京也好 还是去杭州也好 还是去西安也好 真的 那么多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们打去 沈阳打精英杯 沈阳的哥几个 六七辆小车 就在酒店外面停着 你组委会有大巴 但是呢 组委会大巴呢 他是隔一段时间才来一次 你要是 这个大巴 你到那呢 因为天冷 你就得多冻四十分钟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少挨冻这四十分钟 他们说了 说董哥 你不要大巴 不用坐大巴 我们这车都在这 你们随时下来 我们随时走 我们在沈阳 精英杯的决赛 就是这样 每天 被这样温暖 所包围着 我就跟我们孩子说 你不要为我二战 我没给你们带什么 但是你们要为他们 每天接送你们 甚至自己的孩子 都没有接 来接你们 来送你们 你们要为他们 把这冠军拿来 那最后反正是赢了 就这么个意思吧 所以说 看竹小将 眼热的 酸了巴唧的 我能理解你们 我要是你们 我也嫉妒我 凭什么呀 你牙没正 你也没踢过职业足球 你也没有足鞋 给你背书 你圈里也没什么 没没没 没有什么根基 你凭什么呀 你凭什么带队出去 打一百多战国际比赛 你凭什么 跟拉马歇案呀 你凭什么跟黄马呀 你凭什么 每年六七百万赞助啊 你凭什么 走哪儿都有人接你呀 你凭什么 有那么多人 为你们小孩 付出那么多呀 我也嫉妒 为什么 因为我们首先 要全身心的付出 你看到班尼 你看到别克 你看到小牛 你看到小曹 吕凡 吕凡他老婆 手术 要签字 手术有危险 他不在北京 他在外面直播 是他朋友 最后帮着签 签的他 那个 就是 免责 说你这手术要做不好 人没了 那跟我没关系 就这员工 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人 当然也包括我 对吧 你以为我跟你聊完了 我就休息了吗 不 我还有90分钟的比赛 我要重新看 我要重新剪辑 我要明天早上发到群里 让孩子去总结 去提高 两年多 每天往返80公里 九点多钟回家 我四岁的孩子 最多睡觉前十分钟 能跟我互动 抱一抱 我有时候两天都看不见我那儿子 我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我都忘了 我还有一个儿子呢 什么时候有的 谁的 所以你只能这么付出啊 你才能 你才能有今天啊 要不然凭什么呢 我也不是官二代 我也不是富二代 北京租协到现在为止 来都不来 中国租协可能 也有人来 但也还不愿意说 还不能说 哎 董哥 咱们就 今儿就是我自己来 你也别往外说 哎 你说对不对 你说多难呀 办点事 还有人造谣声势 我让你们就这些人 就就你们这些 这些这些搂人 就是就是所谓的 嫉妒造谣 污蔑 诽谤 讽刺 挖苦的人 我们见面 我打死你 我说的是踢球啊 我打死你们 你得先问问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比你们付出的多 我们得到是应该的 这个世界 应该是公平的 对吗 每个人都追求公平吧 多付出 多回报吧 对吗 所以我看到我们员工 我很感动 但我能力有限 但我在我那所能及之内 对吧 我要奖励他们 小红花 开开开在他们昨天 新天的伤疤 奖励他们下雨天 还他们搬球门回家 乌鲁木齐的风雪啊 鲁能足效的冰水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我们都已战胜了他 脱口我就来 对不对 分动的时候玩了搞笑 这就是我的功能 这就是我的 这个一技之长 送你一道 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 新发的枝梁 奖励你 下雨天 还愿意送我回家 不共带天的冰水啊 义无反顾的烈酒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他 送你一朵 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 新天的伤疤 奖励你 假雨天 还愿意送我回家 可罗拉多的风雪啊 喜马拉雅的咒语啊 只要你相信我 闭上眼就能到达 OK 好了 今儿就聊个这儿吧 我啊 我其实是一个 与人为善的人 我心地其实很柔软 但是呢 你别逼我 其实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就不要再逼我 我做了很多牛逼的事 我都不愿意吹 对吧 我是为社会也好 还是为中国的足球也好 还是为中国的清训也好 我是做出一些事的人 我也没有什么利益集团 我也不会拿钱 替人说话 对吧 即便说周总送我茅台也好 送我这个石壶也好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 我就会给周总什么便利 我去宜兴 我该干 我还干 我赢书 我都要干 周总在吗 好吗 不远朋友 准备看 这个精彩的进球 好吧 拜拜 好 好了 我们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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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